库里上来北京时间10月22日,勇士顿客场1918比100系半玄金,遭遇赛季手办。 库里全场23投10中,3分球16投6中,拿到了30分6次助攻和4个篮板,唯一的瑕疵是,最后时刻库里是不是应该自己攻,决定队是争个机会。 他们在领先的大好优势下一直两拔一中,比赛最后7点击秒勇士落后2分,科尔并没有请求暂停,而是让队员们自己去处理。 因为库里和杜兰特都有终结比赛的能力,库里接球一路快下,过掉了绝境队的防守,是3分还是上篮,库里在外线并没有停留,犹如尼琪一样直插篮下,他完全可以用抛头板平比分。 然而库里打得十分无私,他在吸引防守之后,把球传给了篮下无人防守的琼斯。 从进攻的选择角度来讲,库里打得十分合理,遗憾的是,琼斯准备不足,被埃尔南哥麦斯直接大帽盖掉,直接走光的同时,比赛也结束了。 如果传球的是詹姆斯的话,恐怕又是一阵势与兴风,因为在外界看来,领袖就是要有蛇我其谁的霸气,以及不怕被罗的胆量。 库里今天命中了六季三分,身夹三分球命中数,来到2145季,超越了皮尔斯的2143季三分球,排在NBA历史第六位,排在库里前面的是克劳福德的2153季三分。 遗憾的是,里程碑变成了里程碑,不过凭心而论,今天库里打得十分出色,第二节库里不仅三分如雨,还有三加一这样的细码,在第三节勇士全队都陷入迷失。 这一节最后一分中,库里再中三分,但勇士落后已经达到十分。 在最后一节,库里连中标中三季三分球,一口气轰了九分,而且其中一个三分球还是有被犯为嫌疑,勇士队也一度扳平了比分。 可惜的是,绝景队的篮板球优势太大,只是库里难以弥补了,他关键时刻的传球选择并没有错, 只是作为领袖,库里是不是应该打得自私一点?